另外对于人民日报发文称 假如美国对日本不想管 不愿管不能管 那么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 主持正义的国家 就会管好日本军国主义 这个午夜凶灵这个说法 您做何解读呢 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给过去的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假如任由日本军国主义 毫无节制的死灰腹人 那不仅会伤害中国的现在 还会伤害中国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 中国当然应该管好日本军国主义 这个午夜凶灵 但是我们同时又要看到 让中国来管理日本 虽然有这个必要 却在现实上面临着无法执行的困难 首先美国并非对日本完全放任不管 他只是把日本牵在手上 当成一只随时准备撕咬中国的猎犬再用 或者说美国的意图 不是让中国管理日本 而是要牵住日本来共同管理中国 而在日本由美国做后台的情况下 中国要出手管理日本 不仅会导致中日两国硬碰硬 而且会产生打狗其主人的这么一种效应 让美国在面子上下不来台 甚至有可能把美国给击露了 跟日本来共同对付中国 那么其次 当今世界上最有威望与实力的老大 仍然是美国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 仍然是为美国马首四三的 这种局面就会导致全球其他国家 最多只会在道义上面深渊中国 不会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 来跟中国共同管理日本 因此中国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 共同管理日本 这个愿望虽然很丰满 但是现实却是非常骨感的 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要想管理好日本 最好也是唯一的办法 就是化解美国的娱力 争取美国的支持 以实现共同遏制日本的目的 而要争取美国的支持 一要小自以理 动自以情 让他知道任由日本中国主义复活的后果 二是要以自己的软硬实力 让美国知道日本跟中国的冲突的后果 虽然争取美国支持 共同对付日本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但是却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